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 邀请您加入会员 家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我只能说这个架修得漂亮 修得有智慧 是 修得有总 修得有担当 可能再查一下 他本来也没有修架的 一听说裴洛西 裴洛西那个风婆子要到 赶快修架 所以修得漂亮 修得有这份 特修都拿出来修一修 有我们台湾有一个人 裴洛西的妹妹 他也应该要跟这个学一下 结果他不修架 他不修架跟裴洛西两个人联手 裴洛西对我们台湾人来讲 他是个外国人 勾结外人 把我们台湾2600 揽成300万人的生命财产 一起当作什么 赌注放到 赌桌上去赌了一笔 赌了一把 那个风婆子到韩国 也想把尹锡悦一起来 把韩国一起放到赌桌上 韩国4000万 这个老百姓 生命财产放到赌桌上去赌 尹锡悦漂亮吧 说你自己玩吧 恕不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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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考量什么呢 考量韩国的国家利益 今天韩国政府自己出来讲的 他说其他都假的 尹锡悦考量就是韩国国家利益 那跟裴洛西见面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你在台湾惹出这些事情 现在搞台湾害的这么惨 而且你干嘛 你要我尹锡悦还到 你到韩国还让你如法炮制啊 门都没有做梦 这就是一个领袖的智慧 尹锡悦通过第一关 过关了 他也不过才几天的总统 有人当了快六年了 我们台湾有一个人当了六年 同样职位啊 越来脑袋越顿 跟着勾结外人 把我们台湾人生命财产 那个裴洛西 他从他从马来西亚上飞机 到他从台北机场滚蛋 那个25小时 每一分钟都是台湾人的生命财产 都在堵桌上 如果输的话 我们就要付出惨痛代价 可是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 我们种伽马的 我们的做食品业的 我们补台带鱼的 我们需要大陆的自然杀进口的 这一些多少的厂商 跟他们抚养的人口 现在干嘛 替裴洛西那个老疯婆子 付出代价 他没赶快写信给他 叫他赔偿 他要下台了 来这边搞这么一滑 现在好了 形同疯倒 这也是这位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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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zy Nancy搞出来的 可是他没有内应 他会搞得出来吗 问题我们台湾就出了个内应 跟他一起出卖 我们台湾人的利益 那现在今天很简单 韩国也跟美国买武器 没有我们买得多 200亿美金 6000亿台币的钱 花到哪里去了 花到哪里去了 外面报道说 美国航母火速离开台海地区 雷根号嘛 火速离开 我6000亿 我买了武器没有到也好 那也是一种保护费啊 坚若磐石 对不对 坚若磐石到哪里去了 然后韩国 今天 替他们 尹其岳替他们的国民 把一场灾害 把他一手给他挥开 然后说少来了 不要来闹 你是美国的国会议长 你是美国人选的 我是韩国选的 我保障是韩国国家利益 我为什么要见你 我见你带来的怎么样 只有一大堆鸡死 你也不会送我个鸡蛋 不止韩国啊 全世界都在看 都在紧张 都现在都在检讨 裴洛西这种 不负责任的举动 自私而不负责任的举动 他拍拍屁股走了 现在台湾 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很多厂商 没生意做了 对不对 我们损失了 损失了十几亿了 十几二十亿啊 对不对 谁负责 谁买单 他跑到这边来 放烟火 放鞭炮 在那边玩得很高兴 我们还陪着他玩 谁买单 台湾人民买单 现在 1949年以后 什么时候发生过 距离台湾海岸线 不到二十公里 是啊 然后呢 就开始什么 开炮了 是啊 发射火箭弹啊 长城的飞弹也来了 对啊 是 还说精准 他人 他人还没离亚洲呢 又去韩国去害韩国 韩国会这么笨吗 对不对 他去百门店 动机跟台湾一样 制造冲突 制造冲突 这个动作是要特别做 对 他在韩国搞完了 如果 尹熹悦跟他一样 跟我们这边那一位 一样笨的话 那韩国的话 也是一样 准备付出代价 然后他再去日本 日本没那么傻 日本的官房长官 我看我们今天自由时报 写一长篇 这样怎么讲 官房长官很简单 记者问他问题 他才讲 日本政府发言人 他说 我们有注意到中国大陆 这是台海的军演 因为这个 实弹射击范围 有一部分跟日本的经济海运 重叠 所以日本已就此 对中国大陆表示关切 然后其他说 那你对于这个 你觉得两边会不会开战怎么样 他说 没有评论 这就是日本具体的诠释 什么叫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美国的雷根号航空母舰 现在被报导是火速撤离台湾 往菲律宾海去 火速撤离 这就是美国的尖若磐石 那请问一下 过去蔡英文政府每天在宣传 美国对台湾的保障 就是台湾最安全的尖若磐石的保障 日本人也会出兵 好吧 现在据我们台湾海湾 肉眼可以看得到 肉眼可以看得到 不到20公里 有的只有十几公里 请问一下 台湾的所谓的零海零空 失守了 请问一下 你那6000亿台币 你就是要 你这时候就要发挥作用了 失守了 你的零空也失守了 是 裴洛西是老几啊 人家已经跟他讲 你不适合 你叫你的拜登来 我还跟他见 你是国会议长 你只是在那边立立法 实际在执行是美国行政机构 所以韩国人弄得非常清楚 你不适合谈这件事情 要谈 我就是要谈 也不是跟你裴洛西谈 可是裴洛西在台北 我们一顿午餐 那个就是今天的一个证据 不但刘德英被抓去吃饭 张忠谋他太太一起去了 对啊 我告诉你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窃勾者盗 窃国者猴 什么意思 去偷一个皮带还 那是小偷 你把一个国家一起偷下来 你就是王 今天美国对于台积电 他天天说你偷我的 你偷我的这个科技 你到我的智慧财权 现在美国对台积电 就是窃国者猴 他是公然抢劫 台积电公然被美国抢走 刘德英讲一句话非常有道理 他说大家误解了 他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们都说我们台积电是互着深山 他说不是我们不是护国神山 他说真正的护国神山是什么 真正的护国神山是一个政府 明确而且有智慧的决策 这才是护国神山 怎么觉得他听起来是在 譏讽我们的这个民进党政府 今天强盗来了 要抢你的最最珍贵的一件宝物 居然你这个你这个房子的主人 居然把强盗跟那个被要被抢的 那个最漂亮的那个姑娘 一起抓来说你们一起吃饭 这什么意思 我们还需要这样子的政府吗 强盗来抢你们最漂亮的一位女士 你对不对说不要抢 那么难看 我把那个女士一起找来陪你吃饭 就是这样子啊 买一中一 我们我们现在就这样啊 你像韩国 韩国没错 韩国海力士 韩国三星 韩国两朵花 国家极美女 你今天 陪若曦老风婆 她想要去抢这两个女 最最漂亮的女生 人家说对不起 没这回事 你还不够格 他们本来就是观众啊 日本人也是观众啊 对不对 他不是在球场上赛球的 他也怕哪一天被卷入 观众他人家都那么小心了 问题是我们台湾现在 该负责的人也变观众了 蔡英文出来讲话了吗 苏贞昌呢 苏绍把出来吗 五大翻针 我们国防部长出来讲话吗 那个 那个参谋长出来讲话了吗 他做观众席啊 他不要在那边家里看 敲二两腿看电视啊 现在你的航班 你的航线都出问题啊 是 飞弹已经从头上飞过去了 还做观众啊 那你的外交有没有动作呢 有没有请美国爸爸出来讲两句话呢 日本人已经讲话了 不是你安排的 是人家日本记者问的 他说没有不做评论 美国这个国家是现实主义 欲强则弱 欲弱则强 所以呢 现在他欲强他就弱了 就是退啊 而且不吭气 欲强则弱 欲弱则强 就是美国就这样 这个民族性 所以啊 你真的你在美国生活之后 对美国人能示弱吗 示弱他一口咬下去 你再示弱 就一铲子把你打死啊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民族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现在 他出头有什么用 他怕出头以后 中共演习变成真的 他更他本来就不想要做任何事的 本来就是出一张嘴的 现在他如果讲太多的话 你演习变成真的以后 他更显示说 他那个什么叫坚弱磐石 是一个 一个完全经不起考验的一个谎言 谎言会被拆穿 所以呢 他现在躲起来 然后呢 任何他会认为会刺激 这个情势的 就不做了 暂停 放到一边 放在一边 但不表示以后不拿出来 那他看机会 他看机会 反正他的目的就是要你们 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完成真的时候 他就 他就非常非常的低调 你看着好了 美国就会从这天开始 不吭气到你的整个 整个的这个军演结束 G7他们很失望 对谁很失望 他们对蔡英文很失望 他们希望蔡英文 硬起来 蔡英文现在跟他们一样 坐在观众席啊 那我怎么见风插针啊 对啊 他基本上就是火上浇油啊 那个裴洛西来就是来台湾 就添乱的啊 制造战局的啊 没成功 对不对 现在 现在中国大陆军演 他们又兴奋了 又可以让两岸打起来了 结果呢 他没想到蔡英文比他们更黑 我现在也做 他也坐在观众席 他也变观众了 国防部变成观察员啊 对啊 就这样子啊 是啊 所以你看 我们的民进党还是很高吧 对不对 讲的话他也不承认 他现在他也是观察员 他也在做观众 台湾老百姓 六千亿台币的税金丢到水里面 他跟没事一样 然后呢 现在我们这些老百姓 我们这个种伽马的 送什么的 卖不出去了 他也跟他没事一样 现在住在高雄的十几公里外 就是共军在那边怎么样 乒乒乓乓乓开炮 他也没事 对不对 那这G7他们自己去叫吧 是啊 他想要两岸打起来啊 我看啊 现在问题的在这个啊 民进党这个政府啊 基本上啊 就是在找哨把还没找到 我们要小心谈这个问题 外交部已经 发言人已经说了 他说这是假讯息 他已经通知警察局了 要说要再讲的话 就要把他抓起来 要抓人了 就是要用这个查假讯息 没有他已经要警察来抓人了 他不准讲 所以我们要不要谈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的政府是不能批评的 是是是 他现在已经 你去看外交部发言人说 他已经通知各地警察局了 再讲的话就要抓人了 不能他这个问题不能问 外交部讲的话 纳税前就不能问 不能问 你再问下去他就要找警察了 是是是是 已经通知警察待命了 是 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 裴洛西小姐所说的 那个 民主 民主自由 是是 这就是现在我们外交部 向全世界展现的 对 不能讨论 讨论我已经叫警察来抓你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